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PC 领域 GPU 市场照顾率第一的厂商是哪家?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回答 是英伟达 AMD 我知道弹幕上的同学都很聪明 你们都答对了 没错 就是英特尔 英特尔自从1998 年推出唯一的独显 i740 之后 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涉足过独立显卡市场 但从 2008 年的第一代酷热i 系列开始 只要你买了他们家的 CPU 基本上就会一起买一块英特尔的核显 我知道你想说英特尔还有带F的处理器 但这些处理器基本上只供零售 你看看品牌机里有几台在用对不对 除了捆绑销售所带来的优势 核显能获得这么大的市场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其实大部分的PC 都不是被游戏玩家买走的 公司里那些用来打字的电脑 你家门口小超市的收音机 银行里的电脑 图书馆里的电脑 对于这些应用来说 显卡最重要的功能是稳定 不出错的把东西显示在屏幕上 偶尔需要帮CPU一起解码视频 然后功耗尽可能低就可以了 至于3D性能 压根就没有人在乎 就算是轻薄本这种偶尔需要一点性能的场景 那你用个大一点的核显也足以应付了 所以说 够用的性能 足够低的功耗 加上相对成熟稳定的驱动 还有优秀的视频解码能力 这个才是核显的直升法宝 为什么英特尔有着做GPU的能力 却一直不做独立显卡呢? 其实不是英特尔不想做 他们在07年左右就已经试图过重返独立显卡市场了 那个时候他们推出过一个叫做Larabit架构 本质上是一个精简版顺序之行的X86架构GPU 用来抢当年震撼世界的 引入CUDA通用计算技术的英伟达D80的饭碗 然而用X86造GPU这件事情终究还是有点难 所以Larabit最终还是无机而终了 直到最后也没有变成一张显卡 反倒是在几年之后化身成为ZINE5协处理器 继续做起了通用计算的老本行 只可惜这和图形无关 终于在2021年英特尔带着DG1独显 再次敲响了独立显卡的大门 而英特尔的野心当然不只是DG1那种弱机 于是带着XEHP系架构 今年英特尔先推出了可以跟GTX1050Ti这种入门卡竞争的A380 接着建置3060级别甜品卡的A770和A750 也就终于如约而至了 那么聊架构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张显卡的实物 别的不说 就从颜值上来说 我觉得这两张英特尔原厂卡已经好看到了我愿意收藏的程度 类复制表面处理 标准的10.5英寸双槽无跃间体积 看起来像是LCP材质的风扇加上外面一整圈的高光材质点缀 和现在普遍越来越大的显卡相比 这张显卡克制的设计风格反而叫人远前一亮 正面全是曲面的导风罩设计 和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健能健脚的设计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背面带着纹理的背板也写明了这两张显卡的型号 而A770的侧面除了8加6PIN的辅助供电接口以外 还有一个小端口 这个其实是用来连接USB的 没错它控制RGB的方式是通过USB 哎呀说真的这个有点傻 哪有显卡还要拆USB的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PCB A770和A750两兄弟搭载的都是ACM G10核心 这个也是这一代ARK显卡当中的旗舰核心 它使用台积电的6nm工艺制造 内含217亿个晶体管 面积406平方毫米 这意味着它的规模要比2080Ti上的TU102核心还要大 跟3060的GA106小核心比更是大了不少 甚至晶体管数量已经接近3060的两倍了 那说明英特尔还是塞了很大的规模进去的 公版小角的PCB上布置了6项核心供电 这个规模在显卡逐渐变得十分夸张的今天 显然并不算很高 但是应付A770这种1890W TDP的产品来说还是足够了 何况就我本人而言还是希望显卡能做得越小越好 那这张公版的A770使用的是18G速率的三星GDDR6显存 256倍 16G的规格比4070Ti还要高 这个我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好 那就只能给老黄来个微笑了 而这颗核心内在远比它的PCB更有趣 A770和A750搭载的A4M G10核心是基于英特尔的XEHPG架构的 这个架构可以说是脱胎于英卡在11代库瑞之后核显的XE LP架构 但是又对更高性能的需求做了针对性的优化 首先 XEHPG的GPU里面就像英伟达的GPC一样 它分成了很多个Render Slice 每个Render Slice又包含着4组的XE Cores 每个XE Core里面就包含基础的计算单元 每个XE Core里面有16组计算单元 每个计算单元又细分为XVE单元和XMX单元 XVE单元定位比较像N卡的CUDA核心 担负着浮点和整数的计算能力 但是与核显的XELP架构不同的是 XEHPG这次还加入了XMX单元 也就是所谓的矩阵单元 和NVIDIA的Tensor Core比较类似 XMX单元的加入也和XESS这个超分辨率技术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我们待会儿聊XESS的时候单独再聊 在计算单元以外 每个Render Slice模块还包括这4个光追单元 从规格上来说 这张卡的光追性能应该是很有看头的 我们待会儿也会来详细测试一下 A770这张卡搭载的是完整的ACM G10核心 其中包含着8个Render Slice 也就是4096组流处理器 32组光追单元 而在8个Render Slice模块以外 每个G10核心还包括了16M的二级缓存 这个二级缓存的大小可以说相当大了 但是Intel也没有因为搭载着巨大的缓存缩水显存未宽 这个意味着这张卡的4K性能表现可能会非常值得期待 待会儿我们也会来实际看看 它到底是不是这样 在图形部分以外 ACM G10核心还包含了两组Media Engine 我们也会待会儿来测试一下它的边界码性能究竟如何 A750则是在A770的基础上阉割到了3584组流处理器 也就是关闭了其中的一组Render Slice 待会儿我们也来看看这两张显卡的差距 为了让各位直观的了解A750和A770两兄弟到底是什么性能水平 我找来了当今的主流甜品卡3060和600XT 同时我又买了一张最近二手流通率居高不下的RTX2070 来看看这两张显卡和它们相比的实际性能表现吧 首先来看看3DMark 在3DMark里面 Incar这两张显卡依然延续了核显时代的特色 那就是跑分无敌高 DX12测试Time Spy里面 A770甚至已经超过了13000分 这已经可以和3070以及6700XT搬手腕了 但是Intel的差异架构一直以来跑分都比较高 所以这个表现我也不意外 比较意外的是A750和A770的差距并不大 比规格上的差距小了很多 而在DX11的FSE性能测试中 A770和A750也要高于参测的其他显卡 而660XT在这里也有着亮眼的表现 而两张N卡就继续垫底 那在光追性能测试Port Royal里面 A卡则是毫无意外的垫底 毕竟它这个光追性能就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很意外这个测试里面两张Intel2个显卡居然大幅领先 居然超过了两张N卡 这个N卡的传统优势可是光追啊 这个可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 那么在综合的DX12 Ultimate测试Speedway里面 这两张2个显卡再次拔的头筹 不过很神奇的是这两张2个竟然跑出了一样的成绩 这个很让我意外啊 RTX3060凭借着强大的光追性能也很接近两张i卡 那么2070因为架构老一些 光追性能稍差 所以在Speedway里面就不敌新款的3060了 而660XT由于众所周知RDNA2的残废光追性能 在这个测试里面就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那么在更纯粹的光追性能测试 DXR Feature Test里面 A770和A750两兄弟表现出了相当强大的光追性能 甚至超过了光追作为传统强项的3060 我只能说和RDNA2架构的600XT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3DMark的表现来看 英卡尔的第一代独显两兄弟 A770和A750表现出了符合它规模的成绩 尤其是光追性能非常亮眼 但这个只能表明它在驱动优化充分的情况下的表现 然而实际游戏里面光有强大的理论性能是不够的 驱动的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况且ARK作为原生DX12的显卡 我也很好奇它在比如说DX11或者更老的DX9游戏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所以为了尽可能全面测试它的游戏性能 我们选取了这些游戏进行测试 测试分为三个分辨率 1080、2560×1440以及4K 看看它在不同的分辨率下的性能衰减又如何 豪华的规格能不能让它在4K分辨率下带来惊喜 首先是网游Apex当中的两张ARK就给了我当头一棒 作为起源引擎开发的DX11竞技网游 A770在Apex里面的表现我觉得已经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DX11下1080P的分辨率 甚至在我们的测试场景里只能跑到60帧出头 真生存时间更是惨不忍睹 可以说这就是没法玩的程度 但是这两张卡的成绩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从1080P到4K成绩都差不多 甚至4K的帧数还超过了其他几张参测的显卡 看来这种情况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当然是众所周知的驱动还没有换好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它不原生支持DX11 导致驱动开销比较高 以及CPU利用出现问题 这个我们留在视频的下半部分再详细去分析 先来继续测下一个游戏 在另一个DX11网游DOTA2里面 2K两兄弟的表现显然就正常很多了 虽然1080P和2K下的帧数还是要比N卡和A卡稍低一些 但至少也是接近的水平 4K下A770更是凭借着更大的规格拔得头筹 看来即便是DX11游戏如果驱动优化比较好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差得很离谱 不过很搞笑的一件事情是 在1080P和2K下A750的帧数居然要比A770高 Intel目前驱动是什么水平的由此是可见一般 在同样是DX11的原神里 A770还是延续了这样的表现 低分辨率下打不过其他几位选手 但随着分辨率的增高相对性能也越来越强 但即便是开到4K还是略微打不过两张N卡 接下来这个游戏作为Steam上在线人数数一数二的热门网游 居然还在用上古时代的DX9 API 这个游戏就是CSGO 在CSGO当中两张Intel显卡的表现在新驱动下其实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很可惜 还是没有办法和同级别的N卡与A卡相提并论 尤其是低分辨率下的表现 总的来说我觉得反正是能玩 但毕竟它不是原生的DX9 即便新驱动已经诱上了DXVK 转异所带来的性能损失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单机游戏的性能表现 DX12的新游戏方面 赛不棚高能机器当中 不开光追的情况下 A770和A750在1080P的分辨率下完全站不起来 这个时候6600XT才是低分辨率的神 但随着分辨率的提高相对性能也就越来越好 1440P下 这五张显卡居然巧妙地达成了一种平衡 取得了同一水平的平均帧 当分辨率继续来到4K 两张i卡就凭借着更大的规格再次实现了反超 一跃来到第一梯队 A770和A750的差距在这个游戏里依然非常小 远远没有规格上的差距来的大 打开光追之后 i卡和N卡的光追性能都不错 依然延续着关闭光追的排名 但6600XT这个时候就因为禅弱的光追性能就暂时落后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4K分辨率下 A750和6600XT两张8G显存的显卡都出现了爆显存的情况 帧数异常的低 但同样只有8G显存的2070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然12G显存的3060和16G显存的A770自然是不存在这个困扰了 但其实这说明了3加的显存压缩技术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哪怕显存容量一样 其实在实际场景下的同容量显存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那么在极限竞速地平线5当中 A770的表现非常亮眼 基本上除了1080P下小幅落后1600XT以外 全程保持领先 当然和前面一样 分辨率越高 优势就越大 4K分辨率下已经有了跨级别的性能优势 但A750的表现一反常态 和A770的差距就变大了很多 我猜测的可能是地平线5对流数理器数量相对敏感 但A750和A770差距在这里甚至超过了核心规格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能理解了 巫师3最近更新了4.0以后 简直像换了一个游戏一样 当然也加入了DX12模式的支持 在DX12版本的巫师3当中 两张i卡表现都很强 三个分辨率下都明显领先于另外三张显卡 A750虽然小幅落后于A770 但也依然领先其他三张显卡 看来英特尔现在的驱动针对新版513的优化还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在咱们这次测试的最后一个DX12游戏古门令暗影当中 1080P下低分战神 660XT依然引领全场 随着分辨率的提高 ARK的相对性能也会变强 到了4K里面 它又成了这几张显卡里面最强的 那么A750在这个游戏的表现也比较正常 性能差距和规格上的差距相符 考虑到古门令暗影是一个连Mac都能跑的游戏 它应该是比较能代表驱动优化到位的情况下 ARK显卡的表现了 接下来是Vulkan API的大表哥2 A770的表现非常出色 甚至有了一种跨级别的感觉 即使是A750也轻松地干掉了3060和660XT 这个性能表现着实是非常令人意外 看来在优化良好的游戏里面 这两兄弟的潜力非常大 不过这里有个小插曲 那就是早期版本的驱动当中 A750会在测试过程中出现蓝屏的情况 然而一个礼拜之后的新驱动就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 那我感觉英特尔驱动团队的加班程度可能跟我最近已经差不多了吧 战争4的测试使用了DX11 API 两只英特尔ARK的表现很难称得上优秀 低分辨率下落后参测的其他三张显卡 到了4K分辨率下才挽回了一些颜面 那A750比起A770则有10%左右的差距也比较符合规格上的差距 最后我们再来跑一个老一点的3A大作 GTA5 我们用的是DX11 API 在GTA5里两张2K的表现就有点惨了 三个分辨率下的表现都很难称得上正常 这就是驱动应该还没有对GTA5做出针对性的优化 那GTA5这个表现基本可以代表A770在完全没有做好优化的游戏下的表现了 常规游戏性能测试结束了 但是我还有一些疑问没有得到解决 一个是ARK这种像Roseta一样 转移来的DX9以及DX11到底驱动造成的API开销 相比较N卡和A卡究竟如何 另一个是DX9模式既然是转移来的 那么会不会造成额外的CPU占用 为了尽量让问题凸显出来 接下来的测试我们会把CPU降到4核8建成4.0GHz的规格来进行测试 这个时候的性能与一颗入门截的i3-12100相仿 会更加明显的看到问题所在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使用了3DMark的API开销测试工具 这个测试的逻辑是逐步增加CPU发动的桌靠 当达到瓶颈的时候记录一下每秒钟的桌靠数量 那么什么是桌靠呢? 每次CPU准备数据 并且通知给GPU的过程就是一次桌靠 在这个过程中驱动程序会通过图形API发出桌靠指令 在相同的CPU情况下 这个测试就可以看得出来驱动和API在极限状态下的沟通效率 或者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试来看看驱动的效率究竟如何 注意这是一个极限测试 体现的是显卡驱动成为整个渲染流程中平静的时候 驱动造成的API性能差异 果然在这个测试里面哪怕是最新的4032驱动 2G的表现也远远不如N卡和A卡 DX12和Vulkan的表现相对好一点 DX11的情况下 英特尔的驱动差异就非常显著了 所以说这个测试其实再次证明了 A770在硬件层面上的一身脊柔被它的驱动禁锢住了 说到这里我其实想分享一件事情 这个视频之所以到今天才出 很大程度上有英特尔非常积极更新驱动的原因 我们也干脆来对比一下 在这个极限测试里面 10月份的首发驱动和1月份的4032驱动差距到底有多大 很难相信 这两个驱动版本居然只相差短短的三个月 当然哪怕是在最新的4032驱动下 i卡驱动的DX11性能还与对手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但是当我看到短短三个月当中 4032驱动的极限性能 居然已经比11月的3490驱动 在DX11多线程的情况下高出了56.82% 我只能说我是非常respect英特尔对待这张显卡的态度的 直观的感受就是 我的测试进度甚至跟不上它们更新驱动的速度 就在视频要推出的这几天它们又更新了一个Beta版驱动 不得不感叹一下 我觉得至少这张卡的未来表现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这三个月的驱动更新带了多少性能提升 我给你们看两个游戏的差距 一个是CSGO 这是一个DX9网游 在各个分辨率下都有着显著的提升 DOTA 这是一个DX11网游 同样有着显著的提升 尤其是1%低帧 提升相当明显 所以你是能看到英特尔是确确实实在认真做事的 这个是所谓占未来的基础 而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们分别用A770、3060和6600XT跑1080P分辨率的CSGO 来记录测试全程的CPU占用率 结果A770的帧数比较低 不过相应的CPU占用率也是最低的 让我例外的是 3060的平均帧其实比6600XT还要来的略低一点 但整体的CPU占用率却要高于6600XT 也许这个就是坊间传闻这个N卡偷优的来源吧 这说明ARK目前的驱动性能虽然还不是很好 但也没有因为非原生的问题 让CPU占用率异常的高 简单来总结一下游戏里ARK A770和A750的整体表现 目前A770和A750由于驱动的封印 游戏性能有点对不起同级别离超纲的规格 因为表现太特别 我也没办法简单地说它的性能相当于两家的什么显卡 在DX12 Vulkan API的比较新的单机游戏里面 A750就能做到低分辨率下不输3060 4K下面比3060和60XT更强 A770可以做到在这类游戏里面超过3060 但在另一部分稍微用的技术老一些的DX11游戏里面 A750和A770就明显被驱动脱了后腿 甚至于在GTA5里跑出了远远不及预期的性能 网游里也是如此 有像原神DOTA2这种表现正常接近3060和660XT的 也有像APEX这种完全没法玩的 也有像CX GO这种因为DX9的原因性能表现比较弱的 总的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以最新的3A大作为主的玩家 这两张显卡的表现就还行 但如果你是一个怀旧玩家或者以竞技网游为主的玩家 我认为这两张显卡单从目前的性能表现来看 你还是得再观望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XESS XESS作为GTLSS FSR之后的又一个超频率技术 英特尔在核心里塞入的XMX矩阵加速单元就是来为XESS服务的 从技术上说 XESS的技术路径比较接近DLSS二代 都是利用深度学习加速的超分辨率超采样技术 但它并不像DLSS那样只兼容20系以后的N卡 XESS有着和相对传统的FSR2类似的兼容性 也就是什么卡都能用 虽然都到XESS 不过它在不同架构显卡上实现的方式其实是有所区别的 对于ARK A770和A750来说 因为它们有着XMX单元的支持 所以XESS使用的是Int8格式来处理 速度非常快 而对于XE核显或者其他GPU 比如像N卡或者A卡来说 XESS则是以更简单的DPCA模式运作 相对而言 DPCA路径会有更高的性能开销 效果上也会打点折扣 但好处是兼容所有显卡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种方式都使用的是相同的开发API 所以对兼容游戏上不存在影响 我们简单测试了一下XESS各档位下的帧数 值得注意的是XESS比起DLSS2和FSR2 还增加了一个叫做超级质量的档位 在4K分辨率下各档位的分辨率如表所示 在《古命令》暗影当中 各档位的差距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用一段录屏来对比一下A770原生的XESS 3060跑的兼容模式的差距SS和DLSS2.3来看一下它们画质的区别 设定都是4K分辨率加上平衡模式 专业软件方面我们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聊聊视频编辑性能 首先是编辑码性能 英特尔在A770和A750两张显卡里搭载了规格相当高的编辑码器 编码器最高支持8K60帧12bit HDR的规格 编码器最高支持8K10bit HDR的规格 支持的格式方面除了主流的H264、H265、VP9之外 ARK也加入了最近逐渐占上主流的AV1编码支持 比如新的OBS29版本就已经可以用上AV1编码器来推流和录屏了 为了测试编码器的性能 我在达芬奇里做了一个小项目 使用了6条我们测试显卡时候的录屏素材 每一条都是4K 60帧 30招麻绿 HIGH加LV5.2预设 这个会对显卡的硬件减码单元造成极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有多大呢? 我可以用4090回放一次让你感受一下这个压力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做显卡评测 后期军的电脑所遇到的压力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CPU太强 让有些硬件解码表现不佳的选手被CPU带飞 我们在这个测试里面 把CPU设置成了6C12T 5GHz的规格 这个规格不至于带飞这些甜品卡 但也不至于太弱 首先来看一下导出效率 我们把这个30秒的片段导出成1080P分辨率 80MHz的H264视频 分别关闭核显和打开核显解码加速 诶 这个成绩不太对 怎么核显还可以给A770加速的 但其他几张显卡的导出速度 却并没有因为UHD770的加入而变快 然而在实时预览这种基本纯靠解码性能的场景下 无论是3060还是600XT 在加入了UHD770之后都会变得流畅很多 甚至连4090都会被UHD770核显驻加速 所以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在导出的时候 不止有解码性能会影响最终成绩 显卡的通用计算性能影响甚至还要更大 所以导出的时候 平静反而变成了通用计算性能 但A770加入核显之后还能大幅加速 就只能说明它导出的时候 平静就在解码单元上 考虑到A770和UHD770细出同源 规格上还更高 不至于硬件的边解码性能反而更弱吧 我只能猜测又是驱动拖了后腿 也就是A770的边解码器并没有正常工作 所以这个成绩仅供参考 并不能够说明硬件的实际水平 而体现在实际的剪辑应用中 我们做了一个综合性的测试 TR里面在关闭核显的情况下 A770的表现介于3060和600XT之间 而在打开核显的情况下 成绩则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 和3060依然接近 等等 A770和UHD770都是差异架构的GPU 那为什么核显还能给A770加速呢? 这个不科学 A770的硬件边解码器有这么烂吗? 打开PR的设置菜单 我终于发现了原因 原来PR并没有认出A770是一张英特尔显卡 左边是A770加UHD770 你会发现它识别出了英特尔的QSV边解码器 右边是只插了A770 它就没有识别到QSV设备 然后我还尝试了一个组合 那就是A770加4090 看看A770能不能帮4090加速边界吗? 结果PR依然认不出A770的QSV 这个最终成绩也跑出来跟单独使用4090时没什么差别 但是你要知道4090如果你搭配核显 却能获得相当大的提升 这说明英特尔的QSV边解码器效率其实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怀疑PR实际上是一个白名单机制 只能说Adobe对新硬件的适配实在太慢了 所以说PR里面 UHD770就可以调用核显内的媒体引擎 就像苹果的M系列处理器一样 于是你就会发现 核显对边解码器的性能加速提升非常大 即使是搭配4090的情况下 UHD770也能提供相当可观的加速能力 只可惜目前Adobe还没有做好适配 所以这个部分的性能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未来适配之后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不过即使是QSV没有识别出来 纯靠OpenCL性能它也比6600XT强一大截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是很令人满意的 我也很期待彻底适配后的表现 毕竟A770的媒体引擎比起UHD770还要强上不少呢 接着我们还测试了达芬奇 不过在达芬奇的测试里面 开关核显的成绩就差别不大了 因为达芬奇哪怕你在设置里面打开了利用QSV解码的选项 它也只会调用独显进行编辑码 从最终的成绩来看 达芬奇还是对两张N卡更加友好 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GPU重附载的场景下 CUDA加速的优化目前还比较好 IA卡和A卡只能在达芬奇里面用OpenCL 还是有点吃亏的 在3D方面 Blender测试当中 N卡凭借着CUDA加RTX优化的独占优势取得了比较大程度的领先 A770和A750则凭借着诚意十足的规格 即使同样只能使用OpenCL 消耗的时间也几乎只有6600XT的一半 这个测试里面你就能看到 英卡在ARK里下的料有多足了 在游戏开发方面 Unity的光照烘焙速度上 两张ARK显卡强的有点惊人 A770每秒钟可以计算的光线数量甚至达到了3060的两倍 哪怕6600XT也差得很远 看来A770这卡的规格是真的高 在虚块5的难题试口预览流畅度测试当中 两张i卡的表现也不错 A770的表现可以持平3060 A750则是强于除了3060以外的其他两张卡 看来只要使用的是DX12的特性比较多 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这两张卡的表现就会相对比较好 最后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工业软件中的表现 在Spec View Perform的性能测试里面 A770在大部分的测试项目中都和3060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在比如像西门子NX这种需要专业驱动的测试项目当中 就只有A加的游戏卡 6600XT表现了没有被限制的性能 Intel这边我估计要想解锁这部分性能 也是需要它的专业卡ARK PRO了 不过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哪怕是这种测试项目当中 A770的新驱动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性能提升 比如在Maya和Solidworks两个项目当中 4032驱动比起3090驱动甚至有了翻倍的性能提升 这个可能比游戏测试当中还夸张啊 能耗方面 这次我们测试了三种长影下这五张显卡的功耗 分别是4K分辨率下桌面待机时的功耗 不放我们在B站的4K视频时的功耗 和运行3DMark Time Spy时所代表的游戏功耗 我们测试使用IVIDIA的PCAT套件 可以测试包括PCIe接口供电功耗 以及外接供电接口供电的总和 它可以真实地反映显卡的整体总功耗 待机时候两张i卡的功耗确实有点太高了 A750 38W、A770 42W的功耗和N卡11W左右 A卡7W左右的功耗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播放B站视频的时候 A750的功耗小幅度提升到了45W A770则提升到了51W 此时N卡和A卡大约是25W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不过确实没有待机时候差那么大了 造成这个表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低负载下 英特尔的两张显卡显存并没有降频 一直跑在最高频率上 这256位的Bug显存可不是吃素的 加上A770 16G显存频率还更高 所以它的功耗也会比A750来得还要高 那就看看之后更新驱动能不能让显存也能在低负载下支持动态调频了 在Time Spy里的两张A卡的功耗也比其他三张显卡稍高 220多瓦的功耗甚至比爷爷辈的2070都要高 这只能说明两张卡用这样的规格 却被驱动已经封印到只能跟一群低功耗的小朋友打了 英特尔的驱动团队已经三天没更新驱动了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 快更新驱动 那么到这里咱们的性能测试就结束了 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没做 对了 在我手里的显卡怎么能铺超一下频呢? 经过反复尝试 A770的超频成绩来到了14279分 比起默认的13284分提升了7.49% A750也相应从12785分提升到13427分提升了5.02% 我觉得这个超频幅度真的可以算是聊胜于无了 而且这还是在把功耗墙从默认的190W拉到228W的情况下 而且现在的英特尔显卡的超频方式也只能通过在英特尔2个面板里去拉 但现在的可调线还太少 甚至连显存频率都还不能调整 所以我觉得这个卡目前是真的没有什么超频的必要 那么这期超级长的测试就到这里了 A750和A770这两张显卡单论目前的游戏性能 在表现比较正常的游戏里是可以持平乃至小超3060和600XT的 但在部分游戏里由于驱动的原因有着明显的性能问题 甚至于它的驱动还会有每次开机的时候弹出UAC认证的框框这种bug 那好在我们也看得到英特尔在驱动更新方面有多积极 那说回到这两张显卡本身呢 现阶段我并不会推荐你去购买一张A750或者A770 就为了去支持一下英特尔这个显然是不理智的 毕竟这两张显卡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 还是很容易遇到一些不心如人意的情况 但至少我觉得我们需要给这两张显卡一些掌声 它可能是GPU行业的一个新起点 而你我正是见证者 说心里话呢 这两张显卡在我心中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它们有多强能够出道级巅峰 这个不是2003年 这是一个显卡比砖头都大的年代 第一代产品能够做到能用的程度在我看来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何况在第一代产品里面 英特尔就带来了远强于RDNA2的光追性能 拥有特定计算单元加速的XESS 而且XESS不仅有类似DLSS的前瞻性技术 也对老硬件开启了一扇大门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诚意的一种表现 你再看看英伟的 别说对别家显卡敞开大门了 你3090的用户也别想用DLSS 3.0 所以说虽然它的性能在今天来看还不够强 作为旗舰卡来说显然还有些稚嫩 但它的出现意味着新的搅局者的诞生 在7900XT和4080互相比谁卖的贵的今天 我们需要一张挑战者的出现 这才是蓝队加入的意义 A750我看到现在第三方的售价大概在2000元上下 如果你想尝鲜一下 想体验一下2个显卡到底是怎么样一款产品 我觉得A750倒真的可以买来玩玩看 性能和A770差距不大 该有的特性一个不辣 而且还能保证绝对不是矿渣 而且英卡目前更新驱动的机械程度 看来是真的能占未来 万一后续一直提升下去 那买到这卡的你还赚了呢? 但是2600到2700的A770呢? 我觉得就更适合多基因且喜欢收藏硬件的玩家了 如果你想留作纪念 那么A770应该能让你在十年后也回想起今天这个时代 它是个话题性 不会输给4090的明星产品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长按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在这里我也提前祝大家兔年万事如也 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健康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